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还当局旅游主管机构突然宣布原定春节后开放台湾民众赴大陆团队旅游规划不再进行 业者即日起停止招揽赴大陆的旅行团 6月1日后不能再出团赴大陆 3月1日一早 桃园机场就出现了附路旅行团的身影 拖着大大小小五颜六色的行李箱 游客们说说笑笑 心情愉悦 游客翁小姐说 听说禁令后我们一度担心无法成行 幸好团期赶早可以如愿 大陆有很多好玩的地方 自己之前已经去过两次 去年年底听说开放后又赶快报名 想到上海走走看看 由此可见 台湾民众前往大陆旅游观光的需求强烈 台湾中华优质旅游发展协会理事长李奇岳说 抱团旅游对银发族和不太熟悉大陆的台湾民众来说 是很好的选择 而且大陆地域广阔 很多壮美风景在远离城市的地方 没有旅行社提供服务 很难尽兴体验旅游的乐趣 当局突然而止的禁令 让旅游业者措手不及 对消费者来说也毫无益处 一位主代大陆团的领队台年 因疫情关系已经三年多没有工作了 当局一下说要开放 一下又突然限制组团 不得不让人联想是正值考量 台湾旅行商业同业工会总会理事长肖伯仁表示 近期正陆续拜会台立法机构的各个党团 希望可以通过协商让台当局收回禁令 国务院台办发言人陈边华13日在北京表示 两岸旅游不能全面恢复 责任完全在于民进党当局 面对岛内旅游业界呼声 和近日台湾游客抢得来大陆旅游机会的兴奋之情 民进党当局应立即停止政治操弄 从善如流改选更章 陈边华应许指出两岸同胞都是中国人 都想多走走多走近多走亲 希望能够自由无碍往来 民进党当局到现在也没有解除 对台湾民众来大陆团队游的禁令 还对台湾民众参与两岸交流 采取各种或明或暗的手段进行打压恐吓 制造绿色恐怖 导致很多台湾同胞想来大陆 但又不能来不敢来 他说要和平要发展要交流要合作 是两岸同胞的共同愿望 我们将继续致力于恢复两岸人员往来正常化 各领域交流合作常态化 民进党当局应当正视两岸同胞 加强交流的愿望 尽快解除各种人为障碍 停止一切对两岸人员往来和交流的阻挡和打压 是两岸的特别人 您正常会有动作善良好 请接触来様ари